我們就是 誒 這怎麼會是第三課 應該是第二課 好 那個 我們今天要上就是機器學習概論的第二節 那我們上個禮拜講到了一個很神奇的東西 彈性網路 這個名稱是完全你們不可能聽得懂的 我們來講一下我們今天要教的東西好了 就是我們上一節課 我們發現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 雖然說我們多學了三個機器學習的模型 可是那三個是不是 第一個 他的方法都蠻單純的 蠻簡單的 可是他有一些缺點 他可能只能做分類問題 不能做連續性的預測 或者是 那三個方法他都沒有辦法做存活分析 存活分析就是這個 我不知道他多久之後會死 這樣子 好 那我們發現統計方法其實不好 其實 沒有很差 那 他這個 就是 這四個模型 就是我們現在學到的統計方法總共有四個 就是你如果要建預測模式的話 有四個統計方法 線性回歸 邏輯式回歸 這個 Softmax Regression 跟這個 就是 Cox Proportional Model 那 他們 在數學上其實有非常相似 相似在哪裡 我們都可以用T度下降法來解他對不對 就是 而且都 就是我只要 損失函數跟這個 我損失函數跟這個 就是 預測函數 他只要都寫得出來 其實 他們其實是非常非常像的 好 那我們其實可以用一個方法 一個東西要鎮責化的東西 可以對這四種方法做一個擴展 好 鎮責化是什麼東西咧 就是 這個鎮責化是一個特殊的統計術語 他在做什麼咧 他說 這個 我希望解決一個事情 我希望解決什麼事咧 我希望解決 變數多個案少的狀況 什麼叫變數多個案少的狀況 也就是說 如果今天 這個 你如果想要用 X來預測Y 就是你用 爸爸的身高 預測 兒子的身高 那你想到的就是 我收集非常非常多個 這樣的 資料 然後 我把它點在這個散布圖上面 然後畫一條預測線 好 這樣沒有問題吧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 好 那你聽得懂我的意思之後 我們發現了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 我想要用爸爸的身高 預測兒子的身高 結果我只有一個數據 那我要怎麼預測 我沒有辦法預測對不對 預測式有無限多條 我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樣本不夠 這樣子我 預測式會有無限多條 如果今天 你要用 你的 你的X變相 你的 你想要預測的輸入參數 有 N個 那你至少 然後你要預測一個Y 那你至少至少 你就要有N加一個樣本 這是最少最少的狀況下 好不好 這個可以理解吧 這是最少的狀況下 那如果 我今天有1000個 1000個Variable要拿來做預測 那我的樣本只有100個 那我這個時候要做什麼事情 我要篩選 對不對 我需要捨去掉一些比較不重要的 Variable 那我們在這裡 我們會使用到一個東西 技術叫正則化 好 這個正則化 這個 有兩種正則化的方式 一個叫L1 一個叫L2 好 那到目前為止 我都還沒有講正則化是什麼東西 好不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講 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正則化是一個 看起來是一個 就是 是等一下我要教的新技術 好 那我們先把檔案讀進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之後要做什麼示範 好 正則化的邏輯是這個樣子 就是 我們現在以線性回歸為例 我們想要用X去預測Y 我們想要X預測Y 然後 我們的損失函數長成這個樣子 這是我們的殘差平方核損失函數 對不對 好 那正則化的意思 就是我要對Loss的部分做些修正 我沒有對預測室做修正呢 我是對Loss做修正 我修正什麼東西咧 我修正我的Loss 從原來的Loss 變成再加上一個 Loud x 這個 β0的絕對值加β1的絕對值 損失函數寫成這個樣子 會有什麼好處 會有 跟上面這個 差別在哪裡 這一項給我們的差別就是 我們不但要這個小 我們還希望這個也不要太大 可以了解嗎 那這個不要太大 這個必定是正數嘛 對不對 絕對只是必定是正數 所以這一項 這個限制 它就是說明著 我們希望我們的β0跟β1 數字不要太大 這樣聽著懂我的意思吧 如果我之前不做這個限制的話 如果我之前不做這個限制 那我就對我的β0跟β1沒有設限 如果加上了這一項 那我就對我的β0跟β1做了一個限制 我希望 它不要為了追求這個最小化 無限制的變大 我希望它盡可能靠近0 好這樣可以懂我的意思嗎 你加了正則化 像 它的意思就是這個樣子 沒有改預測的函數 而是我去改了損失的函數 那這個L2正則化跟L1正則化非常的像 只是本來是絕對值的 本來的損失反數絕對值 改成平方向 好 平方跟絕對值 就有個差別啦 就來說 平方跟絕對值的差別在 如果今天 有一組資料 是 11 就是 這個β0等於1 β1等於1 它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解答 那它如果說 跟02比起來 L1 Function 它更傾向於 它沒有特別傾向02跟11 它覺得是一樣重要的 對不對 它覺得02跟11 L1正則化 它們所承受的損失是一樣的 0加2跟1加1 意思是一樣的對不對 可是如果是 L2正則化的話 它就會更喜歡11 比較不喜歡02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 我換個講法 這兩個 方法 L1跟L2 它看起來只是 絕對值跟平方向的不一樣 它們 最後出來的 效果會是什麼呢 L1 會傾向 大部分盡量是0 如果有很重要的 它就會把它凸顯出來 因為一個很重要的 就可以換到很多都是0嘛 所以說 L1喜歡 大家都是 有幾個很大的數字 然後剩下都是0 那L2喜歡怎麼樣呢 L2喜歡 大家的數字都不要太大 最好都不要離0太遠 所以這兩個 看起來 都在做損失函數的修正 它們的效果 它們對預測式的 β0跟β1的 約束效果是不一樣的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如果你了解這件事情之後 來 我們再了解一下它的物理意義 全重為0 代表輸入並不重要 因此變相可有可無 使用正則化技術 會讓許多變相的全重為0 那這是不是相當於是一個 篩選的工具 好 這樣懂我的意思了吧 就是 我們到目前為止 你如果就算到目前為止 你都還是聽不太懂 我來講什麼 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們本來的統計方法 長成這個樣子 如果現在想要把正則化技術引入進來 我就會在損失函數的部分 給它加上個 細數的 我們代解參數的限制 就是正則化 這樣可以 好 那我們接著來看 那我們現在用線性回歸 我們來看看 如果我們現在的線性回歸 是一個L1正則化的線性回歸 那預測函數是一樣的 對不對 只有損失函數不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解 這個損失函數的 偏導函數 β0跟β1的偏導函數 那你會發現就是 這個東西 它就是一個相加 對不對 所以它一定是可以分開解的 對不對 分開解偏導函數 那左邊這一包 這個我們之前解過了 一模一樣的東西 對不對 你就直接把它放下來 那變成我只要解右邊這一包 對不對 解右邊這一包 我們發現 β0跟β1的偏導函數 在加入了正則化限制之後 其實也就是加了一項這個 加了一項這個 也就是說 大家還記不記得 T度下降法會怎麼解的 我當前的β0 要等於 我下一代的β0 要等於當前的β0 減掉 當前的T度 對不對 意思就是本來我只減這個部分 現在我還要額外減這個部分 這樣可以了解吧 那額外減這一部分 我們現在來仔細看一下 這一部分是什麼 好了 在L1正則化的狀況之下 這個部分 相... 這兩個相除就是0 對不對 這兩個相除就是1 對不對 只是說 有正負號的問題 所以當β0為正的時候 我就減掉浪打 β0為負 我就加上浪打 這樣可以吧 所以是什麼意思 我希望啊 我在每一次做T度更新的過程中 我希望 它都可以 就是 減掉一個浪打 或加上一個浪打 那 它就會離零近一點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那這個浪打 這個浪打 是我自己設置的參數喔 我如果希望我對β0跟β1的限制大一點 這個浪打就會比較 你就要設大一點 如果你浪打設的很小 那你的限制 你這邊 你是浪打設0的話 這邊就完全沒有限制嘛 這樣可以了解齁 好那 這就是L1的 L1 正則化的這個 線性回歸的這個 偏倒函數 你會發現非常簡單 因為你發現 它其實沒有跟本來的損失函數有關嘛 它其實就是我在做T度下降法的時候 我額外減掉一個東西 那這就是正則化 所以正則化其實是 非常簡單 非常容易應用的邏輯喔 因為我們前面在解前面四個統計方法的時候 我們都有提出T度下降法的求解方法 對不對 那我們用T度下降法 要加上正則化 那其實非常簡單 也就是說我在減T度的過程中 我額外加上個浪打項 來做 對它做 對它做一個處理 好所以說 你會發現 L1正則化 只提供了方向 不提供大小 那這樣子的話 如果某一個 參數Beta的重要性實在太低 它就會在浪打跟負浪打之間震盪 為什麼 因為 它在現在 假如它現在是 浪打是0.01 結果它現在是0.05 然後它的T度 只能夠提供給它 10-4以下的數字 那它就會 減一個浪打 又加一個浪打 減一個浪打 又加一個浪打 在那邊震盪 所以說 如果你是用L1正則化 去做這樣的一個 參數估計的話 如果 最後出來的Beta0跟Beta1 它的數值是介於 浪打跟負浪打之間 這樣就會完全沒有意義 但是 那個就是跟隨機起始值差不多 那 所以從以上的觀點來看 L1正則化 有很強的西蘇化特性 可以拿來做變數操選 好 你了解L1正則化之後 我們再來看一下L2正則化 它要怎麼去 這個 要怎麼去應用 首先 L1正則化 剛剛那個方式 你會發現 不管它的大小 我都是減浪打 所以我的浪打如果設計的太大 那我是不是整個 方程式的Beta通通都是0 這樣也是非常不方便 所以說 它的一個明顯的缺點就是 它的T度震盪太劇烈 如果 左邊的重要性明顯不如右邊的話 我說的是L1正則化 這樣子的話 這個 這樣的一個 方程式在求解的時候 T度震盪會非常劇烈 一下震一下的負 然後都被那個浪打所影響了 所以L2正則化 可以解決剛剛的問題 為什麼勒 因為L2正則化的偏導函數 就是把2放下來 變成浪打Beta 跟浪打Beta 跟浪打Beta0 跟浪打Beta1 所以L1 L2正則化 它變成是 減掉浪打乘以自己本身 也就是說假設我當前的 我當前的這個數字是1 那我的浪打是0.01 我除了要減掉 當前的T度之外 我還要再減掉 1乘以0.01 那如果我現在的數字很大 我現在的數字是100 那我除了減掉當前的T度 我還要再減 100乘以0.01等於1 這樣 所以 這個L2正則化 它跟L1正則化 各有各的優缺點 一個的優點是 比較具有連續性 L2正則化就比較具有連續性 比較對於參數的懲罰 它比較不會說 發生這種很明顯的T度 震盪距離的狀況 球結起來比較簡單 那 我講的簡單 不是數學上簡單或困難 是說 它程式在RUN的過程中 它是會比較順利的 那如果你是用 可是L1正則化 它可以選變相啊 它其實很方便 對不對 很多是0的 我們就可以這個 我們就可以去這個 直接刪掉它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L2正則化 它有一個別的名字 因為你會發現 這件事 它每一次T度更新的時候 它都要減掉 百分之多少的自己 那個百分之多少被讓打決定 所以說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過程 是不是很像 權重衰減 也就是說 你當下是多少 你就要 你就要Decay掉百分之一 就要Decay掉千分之一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那所以說 欸這個 L2正則化 也有人會用別的名稱來講 就Wave Decay Coefficient 這個 非常就是 大家可以了解到這件事情喔 好 所以讓打這個數字 它可以幫助我們 受限制 我們的Beta0跟Beta1 讓它不要太大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這個 欸 讓打 如果設置的越大 我們從數學上來看 讓打設置的非常大 我們的參數其實求解就非常難成功 那設置的太小 又等於沒設 所以讓打到底要挑多少咧 欸 我們 不知道對不對 Case by case 對於每個任務來講 讓打要挑多少 我們真的不知道 所以說 欸 這個還記不記得 那個上捷克 我們學到了方法 呃 K NN 就是K K一個臨進法 你要找幾個鄰居 來看來做預測 那個K是不是要調整 我們再次遇到了一個 我們需要調整的參數 浪打 這個浪打 不知道要設多少 所以我們就要設 嘗試非常多個 然後做以後做決定 說我們要多少 好 那這是我們 像 我們在第九節課 使用梯度下降法 求解Cax proportional Hara model 的這個 的這個 就是範例 好這個範例非常簡單 你先把樣本變成Subdata以後 這個樣本只有50個嘛 對不對 然後接著 欸 你需要 做一個存活變 存活狀態的轉換函數 好你把這個函數轉換完之後 這個 到目前為止都還沒結束喔 我們把它收起來 你現在看喔 好我們來 這個是我們 當初直接使用梯度下降法的 求解結果 我們來看一下這整個過程 Data進來之後 我們先把它產生 X矩陣 Y矩陣 跟M矩陣 總共三個矩陣 對不對 然後接著 隨機起始值 Beta矩陣隨機起始值 然後 這邊就是梯度下降法 對不對 梯度下降法的關鍵那一行在哪裡 在這裡 對不對 這就是 當前的Beta減掉 LOR乘上 當前的T度 除以N 就等於下一代Beta 這樣可以吧 好這樣子的一整個語法 我們按Source的話 它可以跑出來 0.03 跟0.008 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變相好像很不重要 看起來真的不太重要 對不對 所以 我們現在要做你 請你設一個東西 請你隨便指定一個浪打 這個浪打 你可以設多少都可以 你設個10的-4四方好了 好 請你 現在這是沒有 正責化的 Tax Proportional Hara Model 請你試著把它改成 有正責化的 Tax Proportional Hara Model 如果你前面完全聽懂的話 你在這裡其實是非常簡單的 好不好 你會覺得說 我沒有解 Tax Proportional Hara Model 我沒有帶你們再解一次啊 但其實這題真的非常簡單 我們給大家 大概 就是10分鐘好了 5分鐘 去熟悉一下前面 這題5分鐘絕對做得出來 好就是 我們剛剛 基本上沒有人 我看好像沒有人 覺得這題很簡單的 但這題實際上真的很簡單啊 為什麼 我們來再看是前面這裡 我們來看一下L1正責化 跟L2正責化 L1正責化 跟L2正責化 這一坨東西對不對 那 對於 T度的影響 我問一下大家 損失函數 在 T度下降法中 它重要嗎 它好像沒有那麼重要對不對 重要只有T度 對吧 所以重要只有這一包 對不對 來這一包 這一包 比起本來的這個 差別只有這個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所以 你就是每一次在減T度的時候 本來你只要減掉這個東西 變成額外在減掉這個東西 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咧 來 Beta0 除以 Beta0的絕對值 再加上讓打 這樣就解決了嗎 對不對 來 這一串呢 Beta0乘以讓打 就這樣 你每次在減的時候 就額外減這個東西就好 所以說 這一題我故意用了一個 Tax Proportional Hard Model 它的這一個 整個 語法非常非常的複雜 非常複雜 但是關鍵是什麼 關鍵只有這一行 這一行 這一行才在做T度下降法 對不對 前面所有的過程 我們都是在解T度 不是在 做 就是我們在 計算出這gradient的B gradient的B很複雜啊 它 需要一堆矩陣的相乘對不對 可是 你如果想要用L1陣的話 跟L2陣的話 你只要改這裡就好啦 啊怎麼改咧 來 首先你先設定個讓打 讓打 我們設定好了 0.05 好 你這個東西設定好了之後 我們只要每一次在做Beta 的運算的時候 我們除了減掉LOR乘上 gradient的B以外 再減掉讓打 在乘上 如果是L1陣則的話 就是 減掉它的正負號 對不對 來 Side這個函數 Side這個函數是正負號 正1負1的意思 好 負15的話 你就會看到50 它就會變成 不管你現在是多少 它就會換成正1跟負1 好這是不是就是 兩者相處 所以我用 SideBeta 這樣我就可以得到 我到底要減掉多少 我要減一個正數 還是加一個正數 我只改了這裡 加上這裡 這樣就是L1陣則的話 好 那我們再看一次答案 好 答案不太一樣對不對 答案不太一樣 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是 這個數字似乎比 讓打還要小 代表它是可以省略的 對不對 它每一次都在震盪 好 L1陣則的話 這樣的這麼簡單 那L2陣則的話呢 那我跟你們講 L2陣的話更簡單 L2陣的話 你們只要把Side去掉 這就是L2陣則的話了 為什麼勒 因為它是 減掉 減掉 浪打 β 這樣 就是這個樣子而已 好 所以你看 L2陣則的話答案 是不是更簡單 好 那我們現在再做一次 好 你看 這就是L2陣則的話的結果 這樣可以吧 好那 我覺得還是 就是 我還是給大家在五分鐘的時間 就是 稍微想一下 我剛剛講的 你到底聽不聽得懂 好不好 所以說我們 我們在這邊其實只想跟你介紹一下 L1陣則的話跟L2陣的話 聽起來很複雜 實際上沒有你想的那麼難 而且它幾乎是 隨差即用 你只要試個統計方法 你只要能夠用T度下降法解 那你就可以用L1陣則的話跟L2陣則的話 好不好 那給大家再想一下 好 那 那個 我剛剛再給大家一些時間想一下 我覺得 我收到很多非常positive的反饋 基本上就是 至少有一些人 就聽得懂我在講什麼了 那 我覺得這樣非常好 那 這個 我們現在 第二節 我們要教的是 那L1陣則的話跟L2陣的話 它各有優缺點 剛剛有人問我說 那什麼時候要用L1什麼時候要用L2 這真是個好問題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什麼時候要問 我們什麼時候要用A什麼時候用B 那 來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圖是什麼圖 來 這個圖就是 紅色就是損失大 然後 藍色就是損失小 那 這個 左邊這個是Original Loss 這個是 剛剛那個 Cax Proportional Hara Model 它 不同的Beta1跟不同的Beta2 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 損失 損失的 損失的這個圖 高度圖 那 最低點就在這裡 這樣可以吧 所以這裡就是 答案 好 那接著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L1 如果你在L1 Loss的狀況下 L1 Loss是什麼意思 就是 我們兩者相加 兩者相加 的數字 它是等價的嘛 對不對 所以說你看喔 它的這個 L1 Loss的 損失圖 它都長成了 菱形 這可以理解吧 因為 對於每一個 對於這個點 跟這個點來講 它的損失是一樣的 同個顏色 它的損失是一樣的 那本來的 這個Loss的 最低點 在L1 Loss之下 L1 Loss 最低點 一定是00 這個可以理解吧 那本來的Loss 在L1 Loss之下 它在這個地方 它不是一個最低點 所以如果你把這兩個融合的話 它應該就要往最低點稍微走一點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L2 Loss呢 因為它是平方 兩者要平方 所以 它會變成同心圓 這樣可以了解吧 因為 在圓的半徑裡面 任何一個 任何一個 就是 它們只要等半徑 它們的Loss就一樣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說 L1 Loss跟L2 Loss 它們各自所對應到的 損失高度圖 是不一樣的 這本來就很容易理解嘛 對不對 我只是把它呈現出來 給你們看而已 好那 我們如果 用Original加上L1 Loss 它會長這個樣子 你看到什麼 它是不是會有一些 這兩個相加 它就會有一些 這個00角角出現 這樣可以了解吧 所謂的T度 變動劇烈 就是在這些 你有沒有看到 它就是有一些 它在四個向線 四個向線 它的變化就會非常大 如果跨向線的時候 變化就會非常大 這是合理的喔 為什麼 因為它只管正負號啊 就是 在這一個向線 它是正正嘛 對不對 這個向線 這個 負正 對不對 它只管正負號 所以L1 Loss 你看到的 兩個Original加L1 Loss 組合起來 它就是會有一些 零零角角的 L2 Loss 非常的平滑 所以我剛剛跟你講說 T度震動 比較沒有那麼劇烈 主要就在講說 跨向線的時候 它會出事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可是 L1有它好處啊 L1的好處就是 它可以捨去一些 不重要的變相 對不對 好 所以其實啊 我們其實可以 我們可以把L1 跟L2 Loss 整合在一起 我們剛剛 既然有能力 在這裡 加一個 L2 Loss 那我要怎麼 再加一個L1 Loss 那我就再加 再減掉 浪達 乘上 Sine Beta Bmatrix 我這樣是不是 同時用了 L1跟L2 這樣可以了解吧 所以 這個 這個 我們現在就變成說 我現在希望啊 這個L1跟L2 Loss 我們就一起用好了 那我們再多一個參數 這個參數叫α 我們要這個α幹嘛呢 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把式子改成這個樣子 我們 原來的損失函數是長的這個樣子 我們加上α 才會浪達 L1 加上1-α個L2 那這個α 如果等於1的時候 就代表百分之百使用L1 α等於0 百分之百使用L2 所以我現在變成 我的式子長成這個樣子 我這樣一路推倒下來 我相信 大家不會覺得太困難吧 對不對 到目前為止 那個式子已經寫得亂七八糟了 但是我相信 你們還是可以理解的 好不好 欸 α跟浪塔 都是我需要調整的參數喔 α那個浪塔越大 就對β的限制就越多 除非它真的很重要 不然它就被捨去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 α呢 α也是需要調整的啊 因為我不知道在我的任務裡面 那個 到底比較適合用L1正則化 還是比較適合用L2正則化 對不對 所以 我跟大家講說 這個不會很難 對不對 你們只能說對啦 好不好 那這個 而且非常容易擴展 那我們之前學了四個統計模型 Linear Regression Logicic Regression Softmax Regression 跟Cax Provincial Hard Model 它都可以 在這裡加上這個 那 你要怎麼應用在T2限量法裡 就只是做這一行嘛 這樣知道 欸你如果用這種方法去理解它的話 你就會發現 就是 彈性網路 其實沒有那麼難 好我跟大家講一下啦 從這一節課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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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會發現 如果你真的 前面的課 你是有聽個半懂 你只要半懂就好了 你就會發現 喔原來 換一個新 就是你現在就開始感覺到一件事情 原來那個 統計模型啊 跟機器學習的那個 模型啊 他們其實要擴展它 其實沒有那麼難 你懂我的意思嗎 他們其實是 他們其實不是完全不同的方法 這樣知道吧 他們其實是一個 延伸的一些方法 下節課也是一個再延伸的方法 好不好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 我們知道這一節課 我們 就是我說這一門課啦 就是機器學習的演算法 對大家最終極的目標 其實並不是要 學會那些數學過程嘛 對不對 是學會如何建立一個 機器學習的模型 那我們其實是可以用套件來做的 還記不記得我們在做 Soft Make Regression的時候 我們用了一個套件叫GLMNet GLMNet 那那個時候 我是不是 那個時候其實是有兩個參數的喔 一個是浪達 一個是Alpha 只是那個時候我告訴你們說 不管啊 你們都設0就好了 這樣可以吧 現在你們知道Alpha是什麼 浪達是什麼了吧 對不對 所以這一個GLMNet 這一個套件 其實它本來就是拿來做 有L1正則化跟L2正則化的 模型的 我們把 剛剛前面這四個模型 Linear Regression Logicic Regression Solmx Regression 加Cut Proportional Hard Model 這四個模型 加上L1跟L2正則化的擴展 你可以說這個 當浪達等於0的時候 相當於沒有 沒有正則化對吧 所以這個有正則化擴展的 模型 是包含完全沒有正則化擴展的 模型的喔 這樣懂我意思嗎 當浪達等於0的時候 就是一個特例嘛對不對 這個模型 這一整包 就是這麼多個模型 我們把它一起給個新的名字 叫彈性網路 ElectricNet 這樣懂我意思嗎 以後你在論文上面 有人跟你講說 我用ElectricNet 搞了半天你發現 呃 就是這四個嘛 再加個正則化嘛對不對 不要用那麼 有那麼糊弄人的名字 看起來很厲害 對不對 其實非常簡單 好 這個GLNet 它就可以來做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做 好首先 我們XMatrix YMatrix 然後跟這個YMatrix 改成碳跟Status 這樣子的話 就是我要做存活分析啦 好我要做存活分析的時候 來我們首先我們的GLNet 就是把X放XMatrix Y放YMatrix Family 打Cax Cax 就是我要做存活分析 浪打等於0 Alpha等於0 這樣我們得到的 就是我們的 這樣我們得到的係數 就是我們用 Cax Proportional Hard Model 解出來的係數 完全沒有浪打 也沒有Alpha 這樣可以接受 好來接著 如果我們使用L2陣子的話 那就是我們給一個浪打 但是Alpha是要0 Alpha要0 所以百分之百用L2 浪打是0.05 我們透過這種方式解出來的係數 是這個樣子 那 浪打等於1 浪打等於1的話 我們這樣就相當於是 完全使用L1陣子的話 我們解出來的係數 有一個是 點 點是什麼意思 它不重要 它是0 它被捨去了 所以L1陣子的話 是有這個效果的 我們再度驗證了一次 好這個是 這個就是 欸 你如果用GLM.NET 這個函數 來做彈性網路的話 你其實就只是在這裡改個參數而已 對不對 只是 我沒有直接告訴你 這個函數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希望理解 這個東西的背後其實非常簡單 它沒有你們想要的那麼難 如果你們完全不了解的話 你們就對你們來講 這個東西就只是一個參數 你就說 那我每次就 要做的時候 我就用回圈 或者我不用回圈 我就0.01試一下 0.02試一下 0.03試一下 試到我用為止 對不對 那你如果了解背後原理 你就會發現這東西其實不難 好 那 如果各佔一半權重呢 那就α的0.05 欸0.5 這樣子 我就得到的就是 這樣子我得到的就是 這個L1跟L2 正值化各一半的結果 好 應該蠻簡單的吧 對不對 你們應該會覺得蠻簡單的 因為GLMNet這個函數真的非常好用 好 那在這裡 我們先給大家一些翻例語法 這個是 如何使用GLMNet這個函數 來做 Linear Regression Logic Regression Softmax Regression 跟Cox Model 好 那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喔 你現在學到了GLMNet這個函數之後 你有發現一件事情 在我們之前 前幾節課 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那些統計方法 通通都是他 他這一個 GLMNet 這一個函數的一個特例 對不對 就是Lound等於0 Alpha也等於0 Alpha不重要 Lound等於0的時候 Alpha都不重要 那是一個特例對不對 所以說 以後 你在這一課之後 以後 如果你要做機器學習模型 原則上 你再也不需要去學 什麼 Cox Model 你也不用學 Softmax Regression 你也不用學 Logic Regression 也不用學 Linear Regression語法了 你只要用他就可以了 好不好 那如果今天 有個Paper 有個人 有個 不管你是誰啦 好不好 你在開研討會的時候 你看到有人 同時比較 Linear Regression 跟 彈性網路 他的Performance 那你就可以大聲的笑他 對不對 你在搞什麼鬼 你幹嘛比較兩個重複的東西 這樣可以了解嗎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Linear Regression要怎麼做 好 這個Linear Regression就是 首先我要把 我的 X Matrix跟 Y Matrix把它做出來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 X Matrix長成什麼樣子 我們的 X Matrix長成這樣 我們的 就是Gender跟 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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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Matrix是我們的 假離子濃度 它就是一個連續的數值 就這個樣子 關鍵就是 X Matrix Y Matrix之後 Family 這裡 這裡是Goshen 就是 數學要高師的 那個單字 好 Longa等於0.01 Apa等於0.05 L1跟L2各用一半 然後這個數字 我們就給個0.01 這樣我們 求出來的結果 就是 L1 正則化的 這個 Regression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你們 你們應該就是 那這個式子 要怎麼換成那個 公式也是 非常簡單嘛 就2.54 加上0.02 乘以 Mail 加上0.01 乘上Edge 這非常容易啊 好 那Logic Regression 也是很簡單 來 大家看一下 差別就在這裡 差別只有Family 從 Goshen改成 Binomial 然後 Y Matrix 改成我想要的 Variable 你必須這是一個 二元變相 你必須做成這個 Y Matrix 它必須是一堆 0跟1 然後接著 一樣 GroAnet 然後把這裡改成 Binomial 這樣就可以做完了 好一樣 SolveMax Regression 來看著 SolveMax Regression 這個Y Matrix 它必須變成 就是用文字去描述它 這樣可以了解吧 就是 不同的類別嘛 對不對 然後把 Family 這裡改成 Martinomial 這樣它就是做多分類模型 這個我就不做了 Cox Model 剛剛已經學到了 Cox Model 比較討厭一點 就是它在做的時候 你一定要把 Y Matrix 的 Color Name 改成 Tan跟Status 如果你本來是 Tan跟Dex 你就要改成 Tan跟Status 就這個樣子 它必須改成這個樣子 它才有辦法做 然後把Family改成 Cox 所以說 這個用 彈性網路 來做這四大模型 的這個 範例 就在這裡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現在要進行資料科學實驗了 我們要進行什麼呢 剛剛我們的重點 都只是把回歸系數給求出來 對不對 這不是重點 對不對 重點是我們希望 我們可以在我們的 預測能力上面有所提升 我要怎麼證明 我要怎麼說 我要怎麼做實驗呢 我們需要進行資料科學實驗 對不對 我們要怎麼進行資料科學實驗 就是我們把樣本分成 Training Radiation跟Test 我們在用Training Training Sample 拿來Fit GeoA net 那 我們的 Radiation 拿來選擇超參數 這兩個超參數 各是多少 我不知道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要選 好 所以你必須要做什麼事情 咧 我們現在來 做一個實驗 我們先假設 我們只做 我也怕大家做太久了 好不好 我們先固定 浪達就是0.01 然後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你可以比較 這個 百分之百用正則化 百分之百用L1正則化的 跟百分之百用L2正則化的 跟一半的 這三個模型 哪一個 比較準確 我們就希望你做這件事而已 那你的整個流程 必須是 你的整個流程 必須是 用Training來做 GLM的Fit 這樣的 就是去建立那個模型 用Validation Set的 Performance 來決定 你到底要用 A B C 三個選項的哪一個 這樣懂我意思吧 然後最後你只能夠 把這樣的一個模型 用在 Test Set一次 好 我們就做這件事情 好不好 給大家 再來十分鐘的時間 好 那我們來跟大家講一下 這一題 這個其實就只是 再一次我們複習一下 我們要怎麼去執行 這個資料科學的實驗流程 那 只是說 我們換了一個新的 我們換了一個新的 這個 就是 這個等我一下 那就是彈性網路 好 那我們先 首先我們一樣先把這個 就是 我們先把這個 Subdata給他弄出來 好 有了這個東西以後 我們就可以用 建立三個模式 這個三個模型 你叫什麼名稱 其實不重要 好 我就分別 這三個模型就是 alpha 等於1 alpha 等於0 alpha 等於0.5 這個就是百分之百的L1 這個是百分之百的L2 這個是各一半 我們得到這三個模型之後 其實關鍵是我想要用它來Predict 對不對 好 所以 我把它應用在Validation的Predict上 我把它應用在Validation的Predict上之後 好 這我得到了 第一個模型的Predict 第二個模型的Predict 第三個模型的Predict 那答案各有不同 因為他們的參數不一樣 對不對 好 那 接著我可以用 這一個函數 可以知道 它的Cindex 它的答案是0.72 剩下我都不貼了 好不好 7294 7249 7247 7246 所以最好的是 這個L1 對不對 我用L1 百分之百用L1 在這個情境之下是比較好的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說 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我是不是就會選擇 使用它 來進行 得到最終的結果 你會發現這件事情 其實你在建立模型的時候 你有沒有使用L1 有沒有使用L2 或者是你那些參數設多少 講真的 使用者是看不出來的 對不對 因為對它來講 最後它就是只有一個回歸係數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那個 所以這件事情非常重要喔 這個 我們最後給大家 我們最後給對方的 主要說最後 假設啦 假設以後你要把你的Egonyton 給對方使用的時候 給一個其他人使用的時候 其實它並不知道 你是怎麼訓練出來的 你就得到了這堆參數 這樣懂我的意思喔 好 好 我們首先 我們測試 就是 我們在這個 這個第二個 第二個就沒有那麼重要啦 這只是說 好 那我當然就要用它 來做在TestSet上面 對不對 我們得到結果是0.728 那我們最後要畫 ROC Curve的話 是這樣畫的 好 這個我們前面的 前面的那個就是上課範例都有 那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做出來 我是覺得還好 好不好 重點就是 就是我們的重點只有一個就是 我們希望你了解到 你要選模型的時候 是希望透過RadiatingSet來選的 而不是透過這個 而是 然後並且在TestSet上面 只用一個Model來做最重要的預測 好 那我們現在 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的第三個小節 交叉驗證 好 你應該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們每一次 都把樣本切成TrainingSet 跟RadiatingSet 那 會不會有點浪費 或者說 或者不要講浪費好了 你會不會覺得說 那我RadiatingSet跟TestSet 就TestSet當然是 我是不能動的 對不對 我TrainingSet跟RadiatingSet 會不會 講來說 不同的切割方法 是不是 答案就會不太一樣 第二個是 有些樣本就只能拿驗證 這樣是不是有點浪費 所以有一種方法叫交叉驗證 這個交叉驗證的邏輯是這個樣子 就是我希望在 就是我把樣本分成了五份 你分成四份也可以啦 分成五份 那 我在 我做第一個model 我第一個model拿來做 用其中的2345 來預測第一份 那這樣就是 這一些當Training 這一些當Radiation 這樣可以吧 好接著 這四個 用1345來做Training 這個當Validation 1245做Training 3做Validation 依此類推下去 那 用這一種方式 來做Find FindingParameters FindingParameters 什麼Parameters呢 以今天我們的情境來講 就是去尋找 Alpha跟Landa 是多少比較好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然後 我們最後再到TestSet上面 去做 Final的Evaluation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那所以說 K倍的交叉驗證中 這個K就是指說 你分幾個樣本 這個K 有些人設3 有些人設4 有些人設5 有些人設10 這個K設多少其實都可以 好不好 就看你的樣本量而定啊 看你覺得 你要比較多的模型 你要比較多的資料拿來Training 還比較多的資料拿來Validation 這樣子 好那 你了解了這件事情之後 我們會覺得這件事情 我們要做起來 當然也是可以啦 只是說 有點麻煩對不對 所以很幸好啊 這個套件 GeroMnet這個套件裡面 有一個函數 叫 CV.GeroMnet 它可以自動幫我們做 這個 CrossValidation 好 那 差別只在 所以 既然你做 CV.GeroMnet 你就需要給它一系列的浪檔 請它幫我找說 這一系列的浪檔 我到底哪一個數字會比較好 哪一個數字在我 CrossValidation的時候 在Validation Set上面 Performance會表現比較好 N4等於5 代表我做的是 5倍的交叉驗證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 Alpha等於0.5 這個Alpha是多少 講真的 這個 這個Alpha 它 就是這個函數 它不能夠調整Alpha 所以說你就 所以說就是 你必須要 就是你必須要自己 這樣回圈就是 好我們再來做一下 來 一樣 TrainingX跟TrainingY 我現在 讓我現在這一坨 這一坨 數字我來給大家看 這是一堆 從小到大 不同的浪檔 我們從0.06 006 設置 就是運算到 0.36 我們來看看 什麼樣的浪檔 答案 Performance會比較好 好我們按下 RUN了以後 你看它要RUN一段時間 為什麼 因為它真的樣本 這個 你要做非常多運算 對不對 每一個浪檔都要做 然後 你必須要做5倍的交叉驗證 所以它相當於做了500次的運算 好做完500次的運算之後 我們用Plot這個函數 可以把它畫出來 我們發現什麼 這個是 這個數字越低 這個數字越低 就代表模型Performance越好 好 所以我們發現浪檔 最好的浪檔 大概在這附近 對不對 這是我們最好的浪檔的地方 好 如果浪檔太大 它的Performance就差了 這樣可以 這個蠻容易理解的 對不對 所以 按照我們這樣的一個實驗 我們想要 我們想要用的這個浪檔 就是這裡 這樣可以嗎 我要怎麼用勒 來 你可以用Coefficient 來 S 這個S Coefficient S等於浪檔 這個意思就是 我想要浪檔最小的 這個這個數字最小的 浪檔 然後來做預測出來的參數 長成這個樣子 有一些 有一些被我設0的 好不好 那 如果你想要 ESE的意思是說 在這個範圍裡面 選的 平均值選的 為什麼勒 因為你如果選到一個最小值 你選到一個最小值 你很容易 你很容易 就不小心 overfit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在這裡的時候 你選到的最小值 它有可能是在這個樣本最好 在Test Set上表現會差 所以按照之前的經驗 其實選擇這個 這個就是ESE的地方 選擇這個 可能還會好一點 這是之前前程實驗出來的結果 如果是用這樣子的話 它的係數長成這個樣子 好 因為它的浪檔比較大 所以說 它的這個 它會更多被手去掉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 你不需要了解這個也沒有關係 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用CV.GLnet 我可以在一堆浪檔裡面 找出一個最好的 對不對 那我要使用它的時候 我只要用 S等於多少 這樣就可以了 同樣的在predict的時候 我可以指定 S等於浪檔 跟S等於浪檔 1se 那兩個誰performance比較好 這個我可以在validation set裡面挑嗎 注意我的做法喔 我是在training set裡面 挑浪檔 我在validation set裡面挑 浪檔 用哪一個策略來做這個 來做這個 結果會比較好 結果我們發現 1se的 還真的比較好耶 所以我們在testset上面 我們可以用1se的結果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 那這樣你可以了解之後 我們來做一個練習3 這個練習3要做什麼呢 來就是 你啊 剛剛 剛剛我們 發現我們的這個CV.GLnet 它只能夠調整浪檔 不能夠調整alpha對不對 所以請你做一個 做一個實驗 也就是說 我希望你讓alpha等於0 0.1 0.2 1到1.0 總共11種 每一種 你都要幫我挑出 最好的 每一種 你都要幫我挑出 最好的 浪檔 然後得到一個最好的答案 然後最後 你要在 11個alpha裡面 選擇一個最佳組合 然後 這就是我們的最後答案 注意 最佳組合只能夠用redeering set來決定喔 你不准用到testset喔 好不好 你用到testset之後就作弊了嘛 對不對 但是我們總是能夠看一下 剛剛前面我們亂做 我們亂做得到的答案 我們剛剛前面這裡是亂做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得到的 在testset上的結果是0.728 這個是我們隨機決 我們 我們 我們沒有特別想說 到底要怎麼去設定 對不對 我們就是 反正我們就是0.728 那個參數 我們隨便挑了一組參數的0.728 好 現在我們要用redeering set 完整的搜索 不同的alpha跟不同的浪檔 的組合 我們想要得到 我們來看看 在testset上面 是不是真的可以得到更好的效果 好 這樣子 那你們有注意到 這是一個條參數的實驗對不對 也就是說 運算非常非常多次 然後得到答案 所以請你試著做一下 這個實驗 我們給大家可能20分鐘的時間 好 各位優秀的同學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這一題 我們首先 我們這一題要搜尋非常多 這個參數嘛 對不對 我們要搜尋不同 alpha跟浪檔的組合 那首先你一定要先產生一個 data frame 來記錄我們的結果 好 舉例來說 在這裡 我們先產生 alpha等於多少的時候 浪檔我們不知道多少 為什麼 因為等一下我們正在找嘛 然後並且記錄下 它在validation set上的sindex 好 那我們做法就是這樣子 我們i就從第一個raw開始做 alpha等於0的時候 i等於1的時候 我們在這裡 浪檔我們都用同樣的 100個數字 然後我們都說 他alpha他現在都等於0 那alpha等於0的時候 我們來看看 他的這個performance是多少 好 我們做i等於1的時候 i等於1的時候 我們來做一下 做一下這行 我們得到了一個cv fit 然後接著我們用浪檔在最小值跟1se的時候 然後我們各得到一個predictor 然後並且把這個答案 注意這是用radation set喔 我們把這個答案用在這個 用在這個radation的答案裡面 來看一下他的sindex 我們發現 這個最小值他得到的radation set 是0.754 然後1se呢是0.752 所以說我當然是用min的嘛 對不對 然後我用minima的 我就是用這裡 我就把minima的結果 我就把它填進我的table 所以這樣子我i等於1的時候 我得到α0的時候 最好的讓打是0.05 那cindex是0.754 好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把這個回圈執行完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最終的 這個table長成什麼樣子 注意每一個raw 我們相當於都做了100次的實驗喔 對不對 然後所以我們總共做了 這個 這個 1100次的實驗 我們發現 在 這個 我們就找這個數字 最大的地方在哪裡嘛 我們發現最大的在這裡 對不對 α等於0.4 讓打等於0.04的時候 我們得到了一個 最大的cindex 在veredering set上面 最大的cindex 我們把這個結果 我們把它應用在 我們把 把它應用在 我們的test set上面看看 好 這樣我們得到的best position 它是5 對吧 就是我們的這個 這個第四個 0.0 0.4 然後0.04 這個 這個raw 好 我們把它重新訓練了之後 我們把它應用在 我們把它應用在 test set上面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在test set上面 得到的分數是多少 0.770 發現什麼意思 我們比剛剛前面那個 亂挑的 是不是高了非常非常多 我們剛剛前面的亂挑 才0.72多 對不對 現在我們隨便一搞 欸 pomomers居然上升了 0.04 這個差距非常非常大 所以說 這個挑參數真的是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接著 那如果我們要畫ROC曲線 我們可以用下面這個function 好 我們得到的結果分別是這個樣子 大家可以看這個圖會比較清楚 好 我們今天demo的這個 就是我們今天示範的這個 就是流程啊 主要就是想給大家看到說 欸 其實我們先教大家 ElectNet這個東西 它是一個廣泛的 然後包含了所有的統計方法 說我們這些交的統計方法 然後它有兩個參數可以調 對不對 那在這兩個參數裡面 調到最好的結果 居然可以給我們0.77的C index 這已經非常非常高了 之後我們會教非常非常多的 機器學習的方法 它都不見得可以達到0.77這麼高 的performance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所以說 我們會發現 其實整個資料科學實驗 的完整過程 講真的就是一個調參數的過程 也就是說 我們在找到 我們在搜尋最佳的參數 等我們找到了最佳的參數以後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model 拿來做最終的應用 那它的performance會比 不知道要調參數的人 還要好上一些 這樣可以吧 你一些基本的performance 當然是跑不掉的 最基本的performance 可能至少 隨便 隨便讓個這個 不會調參數的人上來 他應該至少也是可以 調個0.75吧 那我們 這樣子 透過我們很精確 就是我們很密集的 很 花非常多運算資源 調到的參數 我們得到的performance 就可以稍微高一點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說啊 這個就是一個完整的資料科學的 實驗的過程 我們在期末作業的時候 我們會給你 進行一個資料科學競賽 到時候我再給大家網站 給大家看 到時候 大家基本上 就是手上有多少data 你就要做一個預測 然後最終 test set 我是不會給你答案的 就是因為我不給你答案 你只要上傳到一個網站上面 你就可以得到你的分數 所以你不可能上傳太多次啊 你上傳的每一次都有紀錄 所以 我們 這個 這樣子的話 就是模擬真實世界的感覺 好不好 好 那現在大家知道 這個今天我們介紹的彈性網路 主要就是基於正則化技術的 統計集成學習模型啊 那我們所有用過的統計方法 都可以很輕易的 去增加這個正則化項 你們從前面的那些基礎的介紹 你們應該不會覺得 這是一個很難的技術吧 對不對 只是在T度下降法前面 增加一些東西 然後後面還有GLNet 這樣的一個套件 把這所有的東西打包成一個 函數 好 接著 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這個 L1正則化 它可以幫助我們選擇重要的變項 除了使用PValue之外 這也是一個新的方法 好 那 但是 你應該知道一件事情 我們今天的彈性網路 它顯然是線性方法 對不對 我們推倒了半天 你應該知道 我們加的那個Loss 它並不會改變 你預測式就是一個線性預測式的根本 對吧 所以說我們目前為止 所學到的方法 除了KNN以外 還是用線性預測 還沒有教到非線性預測 我們在下一節課 我們會再教大家 非線性預測 那非線性預測 比起線性預測 它的核心邏輯 就是 我們可以自動的做特徵工程 什麼叫特徵工程呢 我們本來想要有 比如說第一項跟第二項的相成項 那現在我們可能要自己產生這一項 那未來我們可以讓模型 自動去生成這個東西 好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那所以今天我們上課就上到這裡 我來給大家一些總結好了 第一個你需要學到什麼 第一個 正則化它的原理 你沒有辦法知道 你不會寫程式沒有關係 可是你要知道它的核心原理是什麼 那第二個 你發現正則化加上所有的統計方法 它集成成為的彈性網路 它其實是一個就是統計方法的大成 這樣懂我意思吧 集統計方法的大成 線性模型的頂峰 就是彈性網路 就是彈性網路 除了 你如果要用線性模型 沒有比彈性網路更好的方法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接著 這個我們第三個學到的東西是 我們現在它既然 它包含了所有的統計方法 它覺得它有一些特律嘛 讓打的人0的時候就剛好就是那個統計方法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你發現這個模型要做的話 你需要很花非常多的力氣去調參數 而你也體驗到了 調參數真的是有非常大的 對這個 model performance的improvement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說 我們希望以後 今天的課程你就這三點是學到的 我們在下一節課以後 我們會教大家學更多的飛線性模型 但是這三點核心原理是不會變的 好我們今天上課的上到這裡 再給大家一些時間練習 那一邊 ディ 対比